一只猎狗妄图欺负毛驴,结果毛驴绝脾气上来,逮住猎狗就是一顿吊打暴揍,甚至咬住猎狗耳朵拖拽。 平时在草原之上作为做服惯了的非洲二哥,在毛驴面前会得到什么报应呢? 我们接着往下看。 在一处栅栏附近,一只猎狗正在与一只毛驴纠缠,只见猎狗咬住毛驴尾巴不松口,而毛驴则试图用头部顶开猎狗,所以就形成了双方打转的情况。 然而,没一会儿的功夫,毛驴就掌握了主动权,它咬住了猎狗耳朵,从而使得猎狗由主动变成了被动。 在体型对比上来看,猎狗明显不是毛驴的对手,虽然这只毛驴体型并不是很大,但是对付一只猎狗却也绰绰有余。 通过视频画面,我们可以看到,这只毛驴咬住猎狗耳朵后,将它控制在栅栏旁,并咬住它的耳朵往上拽。 结果此时的猎狗除了哀号还是哀号,没有了刚才欺负毛驴的气势。 其实这还没完,毛驴在咬住猎狗后,还不停地走动,从而使得猎狗很是狼狈。 在这个过程中,虽然猎狗还试图张开立嘴咬毛驴,但是却迟迟没有得逞,想必它也非常为它起初的行为感到绝望。 当然了,很多朋友可能会感叹,毛驴战斗力的强大,毛驴看似性情温顺,但是它却拥有非常倔强的个性,不仅仅是猎狗,连雪豹都曾是它的手下败将。 在视频中,我们可以看到,一只毛驴正在行走,而此时一只雪豹正咬着毛驴的脖子,犹如挂在了毛驴脖子上,但是这却丝毫不影响毛驴行走。 当然了,在这个过程中,毛驴也一直不停地奔跑,来试图甩掉雪豹,起初雪豹很是顽强,任由毛驴如何折腾,就是不松口。 然而,在经过多番纠缠后,毛驴成功踩踏到了雪豹,从而使得雪豹疼痛难忍,最后不得不松开立嘴,并且抓紧逃跑。 看到这一幕,想必你又再次领略到了毛驴的威力,虽然其貌不扬,虽然性情温顺,但是在遇到强敌时, 却能够爆发出强大的攻击战斗力,这一点不得不令人敬佩。 对此,大家怎么看呢?